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扮演电视剧青森行女主黄紫霞,人间真实黄虫霞更富传奇性 杨子扮演的青森行黄紫霞源自黄虫霞,历史上人间真实其女子黄虫霞比黄紫霞更富传奇性 测测清寒的网络小说《三中路》改拍成电视剧青森行如坐过山车,本已定档播出 不料都美竹评网络舆论的能量把男主顶流无意凡告进牢房 那么最吸睛的来了,男主谁演 近日,林庚新将出演男主李慕白呼之欲出 女主杨子是不姓义姓,戏份由两顶流平分秋色改成如赵丽颖一样,出演大女主黄紫霞 黄紫霞,全家被毒杀,侥幸逃生,却被一位凶手,投奔魁王李慕白 助魁王姐扶咒致命危局,破崇崇一案,亦破皇家灭门惨案,洗清自己冤屈 《三中路》这本书很好看,书中但女主黄紫霞人生坎坷却活得精彩 这样的人物只是活在书上吗? 不,历史上真有一位黄崇霞,传奇性质比黄紫霞更甚 她是真实的,是人间真实其女子,恐怕是历史上唯一以男生活过整整一世的女子 她女扮男装,做官智政,而且官生清明,是京士技用之能臣 深受蜀香周祥的器重赏识 还要将女儿许配于她 而《三中路》作者在她的书中也写有很多处与黄虫霞相似之处,以此来致敬黄虫霞 我私下以为作者是看了历史上这位卓尔不群的黄虫霞后,才动了创作《三中路》黄紫霞形象的念头 两人都人生坎坷 遭逢变故,父母双亡 书上的黄紫霞阴阳皮更暗一家老小全被毒杀,自己侥幸逃生 历史上真实的黄虫霞因家中无子,知子一女,自小父母把她当儿子养,以男儿身长大 年少富丧,寡母孱弱,吱吱哭泣 不久后也病故 两人都一样早会 黄紫霞聪慧能干,十二岁就查清杀七案声名雀起 而黄虫霞十二岁就考中秀中,因怕女儿身被查出,就称并不去京城科举应事 两人都曾蒙冤 黄紫霞九死一生,逃亡京城,敖玉奎王才得以查清冤情 黄虫霞被诬告纵火蒙渊下狱 以一手下狱共诗,成鼠香周祥就自己出牢狱 他这首救命诗是这样写的 嗷辞幽隐在林穷 行指尖真比见松 何事正清如水净 伴他也喝在身龙 他一珠堂堂的山剑轻松,岂能在龙中与也喝未伴 鼠香周祥也是不凡 以诗诗人,他非常赞赏这首诗 坚信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绝不会干纵火这类罪恶勾当 于是,周祥下令将他释放出狱 又因不知黄虫霞是女儿身,举荐他为代行私户参军的职务 稍说说题外话,黄虫霞已施裁救自己出狱的棋举 让我不禁想起近代同样的一代其女子吕碧成 也是神奇的12岁,吕碧成写信求助富有凡曾祥两江总督,救下被土匪绑架的母亲 夜雨谈兵,春风说见,冲天美人红起 凡曾祥不敢相信这是12岁少女做的诗,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 他们都喜清冤屈,受人赏识,留下精彩绝艳的才能 黄虫霞为魁王李木白看重,解其案,破谜局,成唐朝第一女神探 黄虫霞受前书宰相周翔赏时举荐,推辞不掉,只好前去上任 他熟读史书,处理政务公正果断,处理政事敏捷,绝不拖延,深受当事人的称赞 因他身先士族,以身作则,牙利门不敢怠慢政事,更不敢为妃作歹,为所欲为 他刚正廉洁,精明能干,政绩显赫 分明是智势之能臣 金国女子卫不如男 他们都女扮男装 黄虫霞扮作小太监,破其案 黄虫霞官至参军,治理政务 只是结局却不同 黄虫霞与魁王互生情愫,两人最后辞官归隐,相伴走天涯,将海济余生 是个喜剧 黄虫霞却是辞官姑妃,与家中老玉相伴,开馆授课,简朴过活 不能娶也不能嫁,孤单一生 女扮男装的传奇性 黄虫霞为何要辞官 因为他的精明能干被周翔看重,想将自己的女儿去配给他 黄虫霞得知蜀香要将女儿配他 又惊又喜又害怕,他做了一首辞婚诗,献给蜀香 他的词《蜀香妻女诗》是这样写的 一词时翠碧将眉 平手蓬毛淡附诗 自扶蓝山居俊院 永抛鸾镜化额眉 立身卓耳轻松操 挺至坑然白碧姿 幕府若荣未坦妇 愿天宿便做男儿 周翔读诗后大惊,问其翔 乃之黄虫霞是黄始君之女,尚未嫁人 蜀香周翔如梦初醒,身未叹息 封建时代,女子无缘当官 蜀香周翔没有降罪这个才女 但不得不让她结甲归田 这个天大的误会也成就了黄虫霞的传奇性 南宋爱国诗人谢芳的认为 他的故事比古代有名的花木兰 替妇从军更富有传奇色彩 立身卓耳轻松操 愿天宿便做男儿 黄虫霞的世纪空前绝后 令人惊叹 后人因此演绎为传奇故事 并以女状元,女妇马相附会 原代桃宗仪南村绰庚路卷二十五驻路 金元院本杂剧由女状元春桃记 此剧实际上就是黄虫霞的故事 不过剧本早已失传 历史上的黄虫霞并非女状元 此乃后人想象的产物 明代文学家徐卫也曾作有女状元的杂剧 他与杂剧于杨弄 翠香梦慈木兰 何称为总名四生缘 女状元剧中描写的就是黄虫霞 女扮男装考中状元 后来周丞相因爱其才貌 欲将女儿许配与她 黄虫霞作诗谢 自名为女的故事 后周丞相之子周丰渝又中了状元 乃取黄虫霞为妻 这是在史实基础上一种艺术上的美好创造 当然黄子霞和黄虫霞的相似之处远不止于子 比如他们同是属中女子 比如他们的姓名 三中路作者不仅把女主取名为黄虫霞 与黄虫霞一字之差 而且黄虫霞女扮男装 扮作小太监破案时化名羊虫骨 直接把刹的虫字补上 更用黄虫霞母亲的姓杨作为姓名 三中路中也有属中地方官位周祥的人物设置 当然文学和电视剧中的周祥非历史上见是不凡 十人善任的周祥 而且周祥亦一女 儿子周子芹青木黄紫霞 与他一起破案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